又发现了一个洞 吉林省吉林市小白山 相传为清代皇家的祭祀场所 这座山包到底是天然形成还是人工堆砌而成的呢 当地村民口中的地宫到底存在不存在呢 随处可见的断头石涌残碑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 让我们干脆镜头一起揭秘吧 吉林省吉林市小白山 小白山万武积殿遗址 吉林省万安保单位 后边还有简介呢 建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 是一个祭祀场所 保护范围是整个小白山山起 这一块有很多断头石涌 头全都没了 像这一类网约 这个头卧是最值钱的 如果没有了头卧 下面的这一部分 基本上就相当于一些废石头了 这个地方有一个寺碑 去看看上面写的什么 西民国古墓 西民国古墓 今天是周末 这个地方 碰到老师带着一群学生 过来爬山 哦 墙边入口热的 有一个断头石涌 去看一下 固灵灵的在这立着 哎 前边有一个小庙 在山山修砖养性 出鼓洞发复生态 有秋冰 湖山太爷 湖山太奶 黄山太爷 黄山太爷 黄山太奶 黑老太 喝的还是北京二锅头 这什么东西啊 怎么有一个木柱架子呢 小心 小心有井 哦 这是一核井啊 哇 哇 下边很山啊 看一下啊 我去 哇 这个井这么深呢 下边已经干了 没有水了 挺危险 幸亏有个架子 如果没有架子的话 特别危险 这个地方还有一块石碑呢 哎呀这个小风一挂 这个风灾呢 哗哗哗的往下落 走在这个风灾上边 也有一种感觉 看这边 也有一些大土包啊 还有一些简介上边 写的是清代皇家的一个祭祀场所 但是呢据当地的一些老人口口相传 他们说这个山包啊 不是天然形成的 不是天然形成的 他们说呢里边是中空的 在六十年代的时候 有人曾经装到下边拿出来了很多瓷器 但是这个呢 这边的斩甲呢 咱们就不去辨别了 就当一个 就当一个传说 就当一个茶余饭后的汤子 不要叫这儿啊 嗯 看这是什么 一只蛋壳 什么女儿子蛋啊 怎么这么大的 哦 山鸡的 山鸡的蛋 发现了很多土包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多个 但是呢看样子应该是 很长时间没有人打理了 因为如果每年有人过来打理的话 他每年的话 肯定会把他这个房子要修一修 维持这个形状 看这个样子是很久没有人来了 嗯 这边这边也是 几乎是已经停了 哦 这边这几个已经搬家了 看 已经搬家了 看 这一个也搬家了 没了 这个杯还在 这几个都搬家了 哎呀 休息一会儿 爬了一会儿上还有点累 水片呢 也有点凉 实际上 这一处地方 作为阴阴贼来说 位置并不是很理想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作为一个阴阴贼的选择地 大的山势看完之后 具体到这个地方之后 要登寻巴克斯 沙皇水暴 藏风大气 这个地方怎么说呢 通俗一点来说啊 看一下这个树尖 这个树尖一动了 动了之后就说明你刮风了 然后我下边呢 马上就感觉到凉区过来了 什么意思呢 这个地方太过于敞开了 上来这个小山头 上面有一面姓黄大旗 上面有替防火两个字